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候选人空军中将格伦万德克表示 如何追踪拦截俄罗斯先进导弹和潜艇 对于美军来说目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美军也在加强战略威射能力 在8月4号凌晨 美军成功发射了一枚民兵三型洲际导弹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美军发射的第二枚民兵三洲际导弹 这枚导弹从加利福尼亚起飞 命中了在马绍尔环郊上的目标 飞行距离为6800公里 民兵三改进型是美国唯一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保留有至少500枚弹头 在大约240千米的高空 民兵三导弹母弹受到弹上计算机的控制 沿轴巷开始投放分弹头 每投放一个分弹头 民兵三导弹母弹都进行调整 以便让分弹头更好地达到预定的弱点位置 当所有分弹头投放完毕后 民兵三导弹母弹再进入大气层 进一步对地方防御体系形成干扰 分弹头在飞行期间 为避免出现翻滚和侧滑等不稳定现象 采用旋转稳定的方法 其旋转速率约为2米每秒 这次美军民兵三洲际导弹 命中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 也是对俄罗斯进行威慑 俄罗斯军方认为 美军试射核导弹是在对俄罗斯伊朗等多国竞争对手 发出核战争警告 使得爆发核冲突的风险激增 现在民兵三洲际导弹主要是单弹头居多 现在民兵三洲际导弹主要是单弹头居多 弹头主要是W87和W78型 其中W78型核弹头为33.5万吨到35万吨天地当量的TU构型热核武器 W87-0型核弹为30万吨天地当量的TU构型热核武器 W87-1型核弹为47.5万吨天地当量的TU构型热核武器 这几种弹头都是轻弹类型 而且美军空军中将格伦万德克表示 为了压制俄罗斯 美军还要部署海基核巡航导弹 现在洛马 波音 雷神公司和格鲁曼都已经宣布参加竞标 实际上美军不缺乏核武器 从刚刚试射的民兵洲际导弹 一直到AGM-86长河兼备巡航导弹 可以在F-15 F-15和F-35战机上进行挂载 美军现在要发展的低当量核弹 威力就是1000吨级作用的 在搭配高精度 同时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的核武器更新计划 也是为了以军事需求拉动美国国内经济增长 美军实际上已经准备好进行核战 从大威力搭载轻弹的民兵洲际导弹 一直到数百吨 到1000吨级精确制导空载和舰载巡航导弹 按照计划 美国将要研制的海基巡航导弹 属于低当量核武器 这样的导弹将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 美国联合参谋部战略平衡部门副主任韦福表示 近年来俄罗斯在低当量核战术核武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目的是进行有限核升级 在这个概念下 如果北约军队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战争 莫斯科将迅速发射战术核武器 在北约遭受核打击以后 只有依靠美国进行核反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